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首先我们经常说要供养 有供养佛法僧 供养法师 要学会供养卢来的心 什么叫供养卢来的心呢 因为你的心修身养性 经常供养你的心 就是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虔诚 越来越圆满 很多人的心啊 不圆满 因为它不虔诚 很多的邪知邪念 什么叫供养卢来的心 卢来的就是佛 养心啊 把自己的心要养好 要养到圆满的大法师 就是财师法师无畏师 即便讲到法师 就是说我们要以佛法的布施心 来供养自己的卢来心 今天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你的心出来的就要像佛法 讲出来的要像佛 大圆满的大法师 就是说你的心中以圆满的大法师来法布施 所做的法师啊 你今天做任何的事情 最后的结果要最圆满 如果不能圆满 这个人实际上就不叫平等布施 很多人讲一句话 讲得人家跳起来 做一个事情做得人家不开心 想一件事情把人家想得很坏 这个都是属于不圆满的 真正的圆满是什么 就是平等性 佛法界说要把女士 全部看成像自己的母亲啊 姐妹一样 把老人全部看成自己的父母亲 把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 这个叫平等布施 这个人在人间呢 就成为慈悲的人了 能够把世界上一切的人 都看成像自己亲人一样 来对待 我对待他 像自己亲人一样 这个人就有智慧 做的事情是平等布施 平等了 对每一个人布施 实际上就是平等对待了 你对每一个人都平等布施了 那你就达到了正等正觉 虽然你可能在境界上 有一些不实 但是不一定达到正等正觉 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放正 什么叫正等正觉 正就是把心放正 等就是平等 正的心 正的心来用平等心 正的心来觉悟 看明白 想明白 单位里人对你不好 家里人对你不好 你完全要有正能量来看别人 不要去恨他 不要去难过 大家在一起 难免有磕磕碰碰 正念出来了 你觉得吃亏了 很正常 今天你觉得被他欺负了 你觉得很正常 因为我们都不是完人 正等正觉 就是用正确的意念 正确的平等心 正确的觉悟心 这样就没有分别心了 人很可怜 因为他是我的家里人 所以我对他好 因为这个人 他不是我家里人 就对他不好 很多人为什么会恨 因为你觉得 他不是你家里人 同样一件事情 如果家里人做出来 你就不会这样 飞机上 如果小孩子在哭 人家的孩子 你会觉得很讨厌的 如果是你的孩子呢 你是不是 有分别心了 这个就叫分别心 如果去除了分别心 这个人就 拥有正等正觉之心 那么这个人才叫 大智慧者 有大智慧的人 才能射受 射受就是 接受 使法界的众生 想想看 一个人气量很大 在家里能够原谅老婆 原谅老公 对自己的孩子 他都能射受 对别人欺负他 占他便宜 他都能射受 那么这个人是大智慧 要接受人家 能够接受人家的人 都是气量很大的 一句话 一句话 一个表情 一个事情 你们放得下 已经老了 人家说你 哎呀 最近怎么看上去 这么老啊 又不开心了 老了就老了呀 被人家讲了 你这个人 怎么一事无成的了 射受 想通了 这有什么关系了 我好好努力嘛 就好了 哎呀 我活了这么大 不卖 我要你讲啊 错了 你就应该被人家讲 你有这个觉悟 能够接受 别人的意见 那你就拥有了 射受 十方法界的众生 这样的话 你就去除了 自己心中的 邪迷心 不把人家看了正 然后迷惑邪迷心啊 很简单 你看见人很有钱的 装的 家里大概吃泡饭的 就叫邪迷心 不尊重事实的人 就叫邪迷心 还有狂妄心 不卖账 我很好 我最伟大 我最能干 妄就是妄想 自己觉得自己 很了不起了 还有一种叫 不善心 不善良啊 有几个人善良啊 能够原谅别人啊 不善良啊 菩萨说不善心 还有嫉妒心 恶毒心 都是你这个心啊 最后这个字都是心啊 你们基督人有吗 还有恶毒心 恶毒心有好几种 有一种是恶口啦 恶毒心出来之后 嘴巴就骂人啦 打人啦 还有人恶毒心是什么 恨你在心里 我恨死你 小到什么 老公今天跟你闹翻了 多放点盐 闲死你 叫不叫恶毒啊 有个故事就是讲的 中国古代的 一个小孩子的妈妈过世了 妈妈过世 爸爸呢 找了一个继母 这小孩子呢 一直被继母 暗中的虐待 但是呢 爸爸都不知道的 冬天了 冻得 陡缩缩的 后来 季母生了两个孩子 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呢 季母给他们三个人 做三件棉袄 那两个孩子的棉袄呢 全部都是棉花的 只有这个孩子的棉袄呢 是芦苇的 没人知道 有一天 他爸爸跟他出去做事情 这孩子冻得 陡陡缩缩的 牵牛绳子掉了 结果这牛跑得很远 他们去追啊 结果他爸爸就把他 狠狠地打了一顿 把他的棉袄啊 一抽出来里面都是芦苇 他爸爸一下子傻了 全明白了 这孩子一直受到 季母的欺负 心里很难过 回去 要把他老婆修掉 不要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 对我的孩子 应该平等 这个时候 这孩子跪下来 爸爸 今天 妈妈在 季母在 只是我一个人受寒冻 如果你把妈妈赶走了 我们有三个孩子都会受冻 这么好的孩子 结果他爸爸一下子心软 然后妈妈没有想到 这孩子这么乖 从此以后 就把他看成像自己孩子一样 这些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不要去欺负别人 你做人要用心 这孩子说 如果你把妈妈弄走了 三个孩子全部会受冻 现在妈妈还留着 大不了就是我一个孩子受冻 你说这孩子多懂事情 这就是我们过去说的孝子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的孝子 要好好的孝顺 就这个道理 所以不要有不善的心 不要有嫉妒心 不要有恶毒心 有这些心了之后 你就是众生了 不是圣人了 你是一般的普通的人了 普通人才自私 普通人才会有嫉妒心 恶毒心 你在做点恶呢 你不是众生了 是畜生了 所以要自信自度 世民争度 自信 就是自己的本性 自己来度化 自己的本性 要改变自己 自己的本性 自己来度化 世民争度 也就是说要觉悟 一个人要觉悟 我们不能做坏事 不能去嫉妒人家 没有意思的事情 不要做呀 将心中的邪见 烦恼 愚痴 将正见度 用正确的方法 来把它转化过来 比方说像刚刚这个继母 他当然很感恩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让他 爸爸把他老婆修掉 那这个孩子多懂事情 你说继母怎么会对他不好 叫正见度 一个人只要有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意念 他就会能够改变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Gilber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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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